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半球的冬季 冷空气不时会由北极地区南下 影响不同的地区 例如亚洲、欧洲、北美洲等 怎样知道冷空气何时会向南扩展呢? 其中一个参考指标就是北极荼洞指数 北极荼洞主要是指北极地区 和北半球中卫道地区气压形势的差别变化 是一个代表极地大气横流的重要气候指数 当北极荼洞指数是正数而且偏大的时候 极地西风大的位置会偏北 气流较为平直 极地的冷空气会被困住 难以南侵 相反 如果指数是负数得比较厉害时 极地西风大位置会较为偏南 也会较为波动 冷空气就会比较容易向南扩展 不过要留意的是 即使北极荼洞指数是负数 都不代表香港一定会受到寒潮影响 因为冷空气的流向往往不平均 有可能没有去到华南 但就影响了欧洲或者美洲等地 我们又怎样知道冷空气会不会来到香港呢? 那就要跟大家介绍的地方 就是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是全球最古老 和最深的淡水湖 面积差不多有30个香港那么大 这里和香港的天气预报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在上世纪70年代 时任天文台台长钟国栋 与同事的研究发现 当在大约5500米高的大气中层 有西风曹横过贝加尔湖的时候 冷空气就可能会在大约两天之后抵达香港 到今天 即使数值天气预报发展迅速 我们的预报员仍然会参考这个重要的经验法则 去制定冬春季期间的天气预报 不过最终都要视乎冷空气实际推进方向 以及是否够深够厚翻山越岭 还有其他因素 才能够决定冷空气是否会来到华南河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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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